歡迎大家收看《外星人之迷》 這集會和大家探索一下到底外太空有無智慧生命的存在 大家好,我是Steven 今集會和大家探索一個題目就是 到底外太空有無智慧生命的存在 當我們探索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一個人 他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是研究原子能的專家 他的名字叫Enrico Fermi 因尼科肥米 他在1950年的時候 他跟他的同事在吃午餐閒聊的時候 他提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宇宙這麼浩瀚 如果地球能夠引育出文明的時候 應該其他的星體都能夠有文明的存在 為什麼我們看到的證據是不吻合的? 我們收不到他們給我們的訊號 這個問題就是很出名的肥米伯倫 Fermi Paradox 跟這個問題很有關的一個研究組織 這個名字叫做SETI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地外文明搜尋組織 這個組織用了很多的電波望遠鏡 去嘗試去到探索這個宇宙 到底有沒有其他文明發給我們的訊號 但他用了40多年的時間 花費了數億美元的政府資金 全世界有超過100萬個參與者 鎖定了超過1000個好像太陽系那樣的星系去研究 但40多年間都找不到證據 即是中間曾經是試過收到一些密充信號 以為是有大發現 怎知最後證明其實是一些叫中子星的星體自轉的時候 發出的一些的密充信號 我們都叫它們做密充星 並不是來自外太空其他的文明 就到這個問題 國家地理雜誌也都訪問過SETI裡面 一個很資深的科學家 他在訪問裡面表示 他和他的同事都還沒有找到任何證據 證明上面有任何的人 或者任何其他的東西 是和我們嘗試聯絡過 就到這個廢米撥論 也有很多相信進化和大爆炸的科學家 他們提出了很多可能 例如他們認為 會不會這些外星人和我們的進化程度不同 甚至乎他們一些軟軟軟的生物 回應不到我們 就好像我們嘗試去到用 用電郵或者電話去發信息 跟一些原始暴力溝通的時候 他們回應不到一樣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提出 會不會其實外星曾經存在過文明 只不過因為這個宇宙的嚴壞環境 例如隕石的撞擊 行星的氣候變化 一些加碼射線等等 將它們滅絕了 這些可能性就是 宇宙其實曾經存在過其他文明 不過他們在他們的文明發展的時候 他們發明了一些核子戰爭 甚至乎生化武器 以至他們自己滅絕了自己 也有些說法是 他們存在 只不過不想回應我們 但這些說法其實全部都是說不通的 一般相信進化和大爆炸科學家 相信這個宇宙是大概150億年歷史 地價有45到50億年歷史 而人類 它由近10到20萬年 才有一些叫原人 智人 尼安德德德人等等的生物 慢慢演化成為今天我們的人類 我們假設它是事實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數學的推算 我們給它長一點時間 我們當一百萬年 假設每一百萬年時間 可以引育出一個外星文明的時候 而這個文明 也都好像我們這麼有好奇心 是可以去到其他的星體裡的殖民 每一百萬年就會有多一倍的殖民出現 照推算下去 去到一千萬年的話 至少會有1024個新的殖民的星體 二千萬年的話就會超過一百萬個被殖民的星體 四千萬年的話就會有一萬億個文明在這個宇宙存在 而相信大爆炸的 相信這個宇宙大概有150億年那麼久 那麼宇宙的文明應該是多到 迫滿了 滿到是沒有位的 而且這個假設只是相信 起初是一個文明發生的 如果多過一個文明的話 那個數字是再幾何級數上的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明星去形容它 叫做Lact of ETs 外星人希缺 其實它真是廢米撥論的意思 換句話說 其實它在問一個問題 Where is this F-body? 外星人在哪裡? 其實他們提出這麼多這些的可能 他們忽略了一個 跟符合我們觀察到現實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上帝創造這個世界 並且地球是很特別的 當中的人類也是上帝特別的創造 而這個說法也很符合我們觀察到的科學事實 因為地球原來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都要同時吻合 才可以引育出生命 可以維持到生命在上面存在 例如我們需要一個 好像我們太陽一樣非常穩定的行星 和我們保持一個恰當的距離 而我們自轉和公轉的速度和距離 也都要是剛剛好 才可以維持到這個適當的溫度 不會太熱也都不會太冷 並且地球必需要存在一些液態水 才可以讓活細胞裡面 那些氨基酸和有機分子 可以產生一些反應作用 並且我們需要一個無毒的大氣層 可以吸收和反射那些足以致命的 紫外線、X射線和加碼射線等等 我們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磁場 去到折射太陽風 而複雜的生命形態需要一些適當比例的氧氣 才可以維持到它的生存 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地球是要全部這些因素 都要同時間吻合 才可以有生命可以在裡面存在 而這些正好是很配合聖經所說的上帝的創造 是一個獨特有智慧的創造 在聖經裡面 《創世記》一章二十六節裡面說到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著我們的樣式做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伸畜和存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又在希伯萊書二章五到八節裡面說到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 神圓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或作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少 似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並將你所做的都派他管理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叫萬物都服他 就沒有盛下一樣不服他 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經文裡面提到 我們是按照神的樣式去被創造 並且萬物都是服在神的權兵底下 裡面沒有提到 有上帝在其他星體裡面創造過些什麼 有智慧的生命是可以跟我們相比 並且在《創世記》一章二十九節那裡說 神又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 要新養眾多片滿地面至你借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而在詩篇八章六節那裡說到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 是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魚 凡驚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經文裡面看到神是吩咐人去管理全地和地球上各樣的生物 神並沒有吩咐在其他星體裡面有一些生命 是比我們更有智慧來管理我們 而相反來說 這個全宇宙都是上帝所創造 並且他是按他的樣式創造我們 去做他的代表去管理這個世界 而這件事也很吻合我們今天看到的現象 是我們在管理這個世界 而不是其他動物在管理我們 所以其實很多的證據都在支持上帝是創造者和管理者 這集先說到這麼多 下一集會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到底那些和外星人有關的傳言 例如羅斯威爾解剖外星人事件 蜜田怪圈事件等等這些事件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並且如果你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一本新書 這本書叫做天外來客 Alien Institutions 中文版只出版了幾個月 如果你想訂購這本書的話 可以把你的姓名和聯絡電話發到我們Facebook 我們會有專人去到跟進 好祝福大家下集見